刘学义以往有着千年男二的称号 出道十几年 颜值演技俱佳 就是接不到男主剧 以至于很多网友都在可惜 尤其是琉璃中 一人分世两绝出圈后 大家就在期盼他的男主剧 没想到之后播出的千古绝尘 少年歌行 长风度等热播剧 他都是清一色的男二号 大家都在担心不要把帅哥熬老了 好在刘学义首德云开见月明 在三十家的年龄苦尽甘来了 接连播出了《画梅》 《花间令》 《生活在别处的我》等男主剧 反响都还不错 而且进组不断 接连拍了好几部男主剧 刘学义是真的活起来了 首先就是搭档唐嫣主演的仙侠剧《念无双》 有消息透露这个月就会播出 这部剧拍完就拍了《春花宴》 搭档吴锦言 《春花宴》之后 吴凤进组《桃花硬江山》 搭档孟子义 再经过了数月的紧张拍摄 这部剧也是在近日正式杀青 作为女一号的孟子义 她和刘学义的事业发展轨迹 还真的很像 都是出道多年 有不少代表角色 但基本都是配角 五官甜美 气质清新 演技也不错 之前就是路人缘差 接不到女主剧 自从在综艺节目中 逆转了路人缘后 她的演艺事业开挂了 接连拍了《花琉璃》一文 《九重子》《桃花硬江山》 几部古装女主剧 还有两部古装剧都没播 光凭剧照就惊艳了不少人 尤其是《桃花硬江山》 孟子义延续了过往的好状态 精美的服装造型 更是衬得她娇俏可人 一身红衣 粉衣 蓝衣等鲜艳服装 搭配上精致的妆容 整个人非常粉嫩 美出了新高度 同时 与刘学义也是展现出了极高的CP感 《杀青》后 关威和一众主演 在第一时间 官宣并发布了全新的剧照 以往只知道 刘学义和孟子义都很养眼 如今才发现 清一色的俊男美女 而且 精美的浮化道 也是引发了众多热议 八位女演员都很养眼 刘学义还真是掉进美女窝 孟子义还真难押住 女二号刘令姿 是天选古装美人 丹凤衍和1米72的身高 以及优雅的仪态 都极具古典气质 虽然是爱豆转型的演员 但颜值出众 还有表演天赋 在《青青日常》 柳州记 都有精彩表现 扮演杨万青的戴斯 也是大家的熟人了 新疆美人的她 是典型的浓颜系美女 在《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烈火如歌》 《轩辕见汉之云》等古装剧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扮演吕后的黄梦瑩和戴斯 都是凭借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闯进大众视野 她演过更多古装剧 像《一念观山》 《雪山飞狐》等等 有着极高的古装驾驭度 演技也细腻纯熟 此番黑金色皇族服饰 气场全开 让人期待 另外 还有四位新生代小花王易锦 范静文 徐静雅 以及王雅佳 基本都是00后 虽然名字很多人都陌生 但却是各个颜值在线 共同组成了剧中靓丽的风景 男演员还有着编程 高涵 以及赵顺燃 这些小有名气的新生代小生 全员主打一个高颜值 古偶剧的基本门槛是达到了 而刘学义 除了近期拍摄的这三部男主剧 还有一部 因为女主积压多年未播的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近日重新启动补拍 女主换成了观众远好的九五小花胡一璇 刘学义和男二号敖锐 都会抽空全力配合补拍 又是一部值得期待的新剧 那么 刘学义的这几部带播剧 你最期待哪部呢 十位好看的古装男演员 肖战 诚意 古天乐 霍建华 张智瑶上榜 古装剧以其独特的魅力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古装男演员们 更是凭借各自的风采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他们或英姿飒爽 或温文尔雅 用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在荧幕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以下 便是一份基于观众喜爱度 演技表现 及角色塑造深度的 古装男演员排行榜 看看谁是你心中的Top一 一 胡歌 提及古装男神 胡歌的名字几乎是不二之选 从《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 到《狼牙榜》中的梅长苏 胡歌以其俊朗不凡的古装形象 以及对角色深刻的理解与演绎 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李逍遥的潇洒不羁 梅长苏的志气无双 都成为了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 胡歌不仅外形出众 更以其日益成熟的演技 将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入目三分 令人赞叹不已 二 古天乐 这位曾经的白骨 以其在《神雕侠侣》中饰演的杨过一角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武侠梦 那时的他 皮肤白皙 五官清秀 将杨过的孤傲狂放 亦正亦邪 演绎的淋漓尽致 随后的《圆月弯刀》中 古天乐更是以高贵冷艳的气质 再次征服了观众的心 他的古装形象 不仅帅气逼人 更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 让人过目难忘 三 霍建华 以一步摘星 踏入演艺圈 后凭借天下第一 仙剑三 青世皇妃 怪侠一枝美 《你一名飞传》 多部古装剧 成为当红小生 他的古装形象 清新脱俗 无论是《花千古》中的白子画 还是《如意传》中的乾隆皇帝 都展现了他超凡脱俗的气质 和深厚的演技功底 霍建华在塑造角色时 总能准确把握人物性格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细腻呈现 让人为之动容 四 肖战 这位90后新生代演员 凭借在《陈情令》中饰演的 魏无羡一角 迅速走红 魏无羡的活泼开朗 重情重义 在肖战的演艺下 显得尤为生动 肖战的古装扮相 潇洒帅气 可塑造性极强 他不仅能够驾驭各种风格的古装造型 更能将角色的情感变化细腻展现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五 罗云熙 罗云熙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饰演的润玉 以其温润如玉 谦谦君子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的古装扮相 仙气十足 尤其是白衣造型 更是给人一种折仙尽欲气质 让人念念不忘 六 承意 承意的代表作有 《流离》、《沉香如蟹》、《莲花楼》等等 以掀气白发造型和频繁吐血出圈 被网友戏称 承意是吐血最多男演员 是有什么KPI要完成 承意古装很帅气 还有破碎感 哭戏让人共情 打戏动作流畅 吸引了不少忠实粉丝 代播剧也是清一色古装 像《狐妖小红娘王全篇》 《富山海》 《长安24季》等等 7.刘学义 刘学义主要代表作有《琉璃》、《长风度》、《少年歌行》、《千古绝尘》、《青云志》等等 演了很多帝君上身角色 被粉丝戏称为《在神仙界》有了编制 他五官长得很精致 什么造型都能驾驭 《少年歌行》的光头造型都让人着迷 8.邓维 邓维出道基本是古装 第一部剧《玉龙》就拥有了姓名 在《虫子》、《长月静明》、《长相思》都让人惊叹他的颜值 尤其是《长相思图山景》、带火了难打己 温润如玉的青秋贵公子 从骨子里透露的温柔 粗不埋衣也难掩俊秀面容 9.谭剑刺 谭剑刺凭借《长相思》诚心静古装男神 扮演的香柳 即冷酷与深情 强大与脆弱 孤独与陪伴于一身 白发男神在田一元 10.张志尧 张志尧是动态美国静态的古装美男 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俊朗如玉 是无双事 最得古龙神韵的古装男神 花满楼 唐本刚 杨宗宝 都是很经典的角色